全球六大洲防疫现场 一群神秘贵族 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默默渗透 影响你我生活 身份保密 行踪不定 得靠专属符号才能锁定 衣服 帽子 甚至救护车 都难发现这个红底白十字灰装 代表他们统统来自 马尔他骑士团 他在一百二十几个国家 都有这个单位 都有这个大使馆 或者是一些非政府组织 或者是医院 所以他的触角是蛮广的 默玉渊是中华民国 驻范蒂冈任其第三九的大使 长达七年多 他是我国少数和马尔他骑士团 有特殊交情的外交官 他就跟我讲 他跟我们中华民国有渊源 他的爸爸就是这个人 叫做Phil的马修 陆军元帅 他在1944年的时候 是在中印缅战区的英军司令 他被日本人围的时候 我们的孙力人将军还去救他 因为当时马尔他骑士团的大教掌 也就是国家元首 和中华民国的这一层独特渊源 拉近的距离 他的领土只有0.12平方公里 就是一万两千平方公尺 主要就是两个大建筑物 一个叫做马尔他公 马尔他英文的话叫马尔他派里斯 还有一个叫马尔他比拉 0.12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概念 以房屋屏数来换算 也就是36300平 大概就是国父纪念馆总面积 这么大而已 这两栋维尔林土 其中马尔他公是官邸 以及国家行政中心 马尔他部则是外交部兼大使馆 而且还是盖在别人的国家首都里 是教皇的一个协助 希望说到底这个马尔他骑士团 曾经为天主教 罗马教 奉献这么多的一个团体 游离失所 他亲何以看 所以他才跟意大利去斡旋 两栋小房子让他去玩一玩 他成为一个国家 说是国家领土 实际上是他们和意大利政府租地盖房子 还享有制外法权 形成国中国的独特景象 在山上的那个Villa 那个大铁门 大铁门呢 有个洞 你从那个洞里面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你站在意大利 那你看进去的时候是 马尔他骑士团 还有一个圣彼得大教堂 所以那个一眼望三国 不过可别小看他 除了美国 中国 大陆等国 几乎所有的南美洲 欧洲 非洲 都承认它是一个国家 1933年有一个叫做 国家这个国家权力义务公约 那里面所提的国家的试要素 就是必须要有土地 人民 政府与外交奴隶 那如果说拿这四项标准来检视 马尔他骑士团的话 他算是一个国家 若以严格法理检视 土地是意大利特殊授予的 人民则是各国公民 为做慈善的汇聚 联合国1994年还曾为此 开会讨论过 认为他应该是一个 主国家的心态 所以授予他 类似现在我们看到的 巴特斯坦自治区的 所谓的观察云国的一个地位 不过如果单以国际认可 作为衡量标准的话 他可以说是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与114个国家有外交关系 影响力深入世界百国 王玉元在担任住范立冈大使时 就努力升恩 与马尔他骑士团的关系 那这是这个马尔他骑士团 第一次给我的勋章 这个我们叫领寿 马尔他骑士团我离开的时候 然后当邦交国大寿 这个叫做寿袋 所以我是唯一的 没有邦交国的大使 走的时候给了一个勋章 还国宴欢送 勋章 寿袋代表的是马尔他骑士团 对他的友谊一极重视 接见外国元首马尔他骑士团 对外分三种外交关系 一是建交国共有114国 二是正式关系国家 法国 比利时 加拿大都在列 最特别的是特殊关系国家 台湾就属这一种 这个是像我们副总统去的时候 2014年4月去的时候 在他们的贵宾部上签名 这是他的总理在旁边看 很多地方都是我们不可能去的地方 当然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邦交国家 我们通过他可以提高我们的能见度 可以让国际社会认识我们 中华民国的台湾 台湾与马尔他骑士团 曾在2014 2015年有过双边交流访问 这个消息一出 各国纷纷争相和台湾结识 对 有人来找我 我一看 突然我们自首可乐 真的 这蛮好玩的 友好关系提升我国声量 全因为马尔他骑士团 这段独一无二的起源历史 当时罗马的教皇 他就为了要打击这一教徒 所以号召天主教徒 组成三大著名的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 最后一个这个 耶路撒冷圣约翰医疗骑士团 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尔他骑士团 它是非常非常飘悍的 非常有政治影响力的 原本是为耶路撒冷朝圣者 提供庇护以及医疗的意愿 后来被教廷赋予真实身份 传承至今成为马尔他骑士团 用英文来讲 它的国名叫做 The sovereign military hospital order of 耶路撒冷 of roads of end of Malta 哇 很长啊 全名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尔他 圣约案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 陵床的23个中文字不为别的 因为这字字见证 马尔他骑士团 近千年的颠沛流离 本来是在耶路撒冷成立 后来被伊斯兰打败之后 那个组织都还在 每个军队都还在 他去过塞浦鲁斯 去过罗德岛 希腊罗德岛 又去过马尔他岛 所以你看他的国名是非常地长 那在马尔他岛时期 可以说是他政治跟军事影响力 最高峰的时期 他曾经帮助当时 海军国家西班牙 他的无敌舰队 打败了东边的强敌 这个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 所以他声明大噪 然后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有的人都怕他 连地中海沿岸的这些海盗 都不敢去军犯党 曾经的佩奥汉骑士团 19世纪败在拿破仑手下 被驱离出马尔他岛 流亡到俄罗斯及欧陆国家 直到1834年命运转折 教宗佛心地帮马尔他骑士团 在意大利罗马有了齐身的领土 纵然是不是国家的要件有争议 但该有的他样样不缺 行政 立法 司法机构 一应俱全 其中五位重要成员掌管政务 分别为内政 外交 卫生 财政大臣 以及为首的大教长 就是国家首长 必须信仰虔诚 不能屈欺 马尔他骑士团所谓的国民 散居 世界各地 共有一万三千五百位爵士 八万多个志工 只有特殊活动才会集结开会 平时仅有固定几位成员 会在马尔他宫或马尔他部上班 而且他的成员呢 尤其在欧洲啊 都是很有社会地位 在加利奇那个总理兼外长吃饭的时候 他来的几个陪客 一问每一个都是 他说我是公爵 那个说我是伯爵 整个马尔他骑士团 就像一个小型联合国 最特别的是 他们与意大利政府共用军队 他的军队其实是意大利军队 附属在意大利军队里面 平常是意大利军队 有事情的时候 这些意大利人就穿上马尔他骑士团的制服 又变成马尔他的军队了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宪法 跟拥有专属的邮票 1318年就发行的货币称为 Skudo 斯库多 甚至连护照也都有 他那个上面写的是 Order of Malta 所以有的国家 看到马尔他忘记了 有一个Republic of Malta 所以有的地方的海关 看到的时候搞不清楚 马尔他共和国进来 就让他进去 哪一个马尔他 傻傻搞不清楚 因为地中海 还有一个马尔他共和国 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夫婿 婚后度蜜月的国家 纵然常常被搞混 但马尔他骑士团的国际地位 却是屹立不遥 而台湾与马尔他的外交关系 一度更只剩最后一里路 邦义关系频频动摇 不过富比斯报导 欧洲小国马尔他骑士团 有机会跟台湾发展 新的邦交关系 我们正在正在正在 我们不是政治的 它很努力的 老实讲有一段时间 我们很想跟他建交 那么他有顾虑 那后来又有一段时间 他很想跟我们建交 我们又有一些考虑 所以就到目前为止 就一直没有建交 台州政治一被打压 转个弯改走原道原住 积极与马尔他骑士团 合作原住第三世界医疗服务 深耕情谊 而文化交流 更是稳固邦交的一步好奇 非常期待中央民国跟教廷 在未来的岁月当中 能够继续这种非常 真振的伙伴关系 回顾2013年 范蒂冈传出将与中国大陆 建交的风声 我国外交部 忧心邦誼申辩 紧急与时任辅伦大学校长 李建球等人 以特使团名义 赶赴范蒂冈 第一次是我跟着部长一起去 总共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四个人都是外交官员 只有我是大学校长 特别就送我过去 敏感外交关系 靠李建球前线化解 因为他早在2005年 借着敬见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时 呈现自制的耶稣善目像 以及一句话 获得教廷支持 那我就跟他说 你手上抱的一只羊 但是别忘了脚下 还有另外一只羊 那如果说你要抱大陆 别忘了还有我们 所以后来我就得到 中华民国政府 给我的大手紧性勋章 后来也得到教廷的绝世 为何一个大学校长 能在教廷拥有话语权 原来福人大学是全国唯一 获得教廷认证的 田主教学校 而要成为福人校长 得透过我国 重范蒂冈大使和教廷沟通 那我们直接受 教廷教育部部管 所以我们有两个 管我们的嘛 一个是教廷教育 一个是中华民国教育部 所以一个大学校长 两个任命书都要 缺一不可 福人大学更因为这层身份 突破外交限制 进入联合国 教廷它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然后教科文组织里面 田主教大学联盟 是教科文组织的一员 所以我们福人大学 自然就是那个联合国的成员 每次出门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 福人Catholic University 会们一定要加ROC 代表我们是从台湾来嘛 所以那教廷也接受 中华民国跟教廷建交 已经进入第71个年头 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 唯一的邦交国极其珍贵 2009年福大主办 人道援助国际会议 教宗更轻派书记主教 与时任总统马英九 在福人大学会面 民间的交流越多 大家关系就越好嘛 那过去我们 因为有很多的神父主教们 都在罗马念书 所以跟他们关系非常好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们去罗马念书的也没有 所以只好靠什么 靠这些校长们 因为现在大家都讲 我们是谈这个宗教的事物 如果宗教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政治问题 当然就随到屈成了 古老的宗教信仰 让国家跨越领土 建立无边界的友谊 在新闻肺炎疫情严峻的此刻 特殊的十字标志 浮现在欧美亚洲 各个需要救援的国家 台湾超前部署的优秀防疫经验 同样鲜明 飘洋于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V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